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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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同學 今天要談的主題是有關我們現代人的宗教經驗 那麼談這個主題之前我們還是要再重複一次 什麼是超越界 我們在翻譯的時候呢 有時候翻成超越界 好像是一種領域 有時候翻成超越者 你翻超越者 就顯然它具有位格 就好像很明確的神 或是翻譯成超越的力量 超越的力量的話 有點像宇宙的一種原始的力量 好像你不一定要說它是什麼領域 不一定要說它是什麼位格 它可以是一種無限的生命力 那這個都可以去理解的 因為你一定要把它說成超越者 好像它是一個像人一樣具有位格的 也可以 但是那是不同的經驗 比如說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猶太教以來 它都是講超越者 有明確的一個神 那麼如果在佛教裡面的話 就會講超越界 它是一真法界 或者涅槃的境界 那麼別的宗教恐怕把它當作一種原始的力量 我跟那個力量結合 那個力量並沒有一定的名稱 甚至連形狀 樣態都不是很清楚 好 那麼首先呢 今天發給各位的講義呢 就可以看到了 什麼叫做超越界的辯證呢 我們都知道辯證就是一般所謂的正反合 一種思維的模式 那麼所謂的超越界的辯證是說兩面 第一 任何東西在這世界上存在的東西 或是任何事件 都可能成為超越界的一個象徵 這是一個非常客觀的一個立場 什麼叫客觀 就是你這個信仰的對象 不是我們人類想出來的 而是外面有一個 比如說聖石 神聖的石頭 像伊斯蘭教的黑石 或像印度教的橫河 它是外面具體的東西 那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客觀 所以基本上是宇宙裡面任何東西 任何事件 都可能成為超越界的一個象徵 當我們說東西的時候呢 指的是在空間上可以掌握的 當我們說事件的時候呢 是一個時間的過程 比如說一場武道 原住民的武道 它需要時間 它在某一個時間裡面呢 完成 所以在表達這種觀念的時候呢 就要知道 時間空間裡面的任何東西 任何事件 都可能顯示神聖的力量 都可能成為超越界的一種顯現 那麼信徒呢 從這裡面就得到深刻的啟示 知道說那是一個超越界 是萬萬的來源跟歸屬 生命最後的意義的基礎 好 所以這一方面是比較客觀的 任何東西都可能 第二方面是主觀的 也就是說我有某種心態 我這個心態呢 就可以使我自己呢 超越自己 就是我自己本身啊 從內在就引發一種超越的力量 那這就是你把重點放在自己身上 但是重點還是在於什麼 什麼是超越界 所以一般講超越界的時候 你用別的方式來描寫可能更清楚 譬如我說那是究竟真實 就是最後的真實 那麼相對於此 我們一般人所接觸的是相對的真實 相對的真實就是 昨天是這樣今天就變化了 明天可能不一樣 在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一切都在變化 代表所有的一些都是相對的真實 那麼相對的真實本身 它需要得到 存在的理由 就必須找到絕對的真實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啊 但是現在的問題 比這更嚴重多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會認為 從來就只有相對的東西 就是那個絕對的東西啊 根本是你想出來的 所以我們講宗教的信仰的對象 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 這是簡單的分法 當你說客觀的時候呢 你可能相信一個在你之外的某一種東西 當你說主觀的時候是說 信者橫信嘛 不信者橫不信啊 你信就有了 不信就沒有 就變成主觀的 那是一種態度 但是重要的是 它產生什麼效果 這個效果如果使得信徒 不斷地自我超越 那效果就出現了 我們講宗教的時候 你除了這個 你還能要求什麼 你說有人相信客觀的 那叫別人都相信 不可能的 這個世界上不可能 所有的人啊 七十億人都相信說 這個山是聖山 那不可能嘛 你信的人就認為這是聖山 神聖的山 神聖的河流 那你不信的人他永遠只覺得 他只是在時空裡面的一個東西 在人間的一切都是相對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要分辨幾個字 第一個是有聖界 聖界就是超越界 就是唯一的最後的終極真實 聖界之外就有什麼 凡界 平凡的凡 一般講聖跟凡的對立啊 是宗教裡面基本的對立 你不可能只有聖界而沒有凡界 為什麼 因為你說 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聖的 等於沒有說嘛 是不是 我現在說 所有人都是好人 這話等於沒說 你所有人都是好人 你不用說啊 你說張張是好人 那有什麼稀奇 所有人都是好人 你說跟不說沒有差別嘛 所以聖跟凡啊 一定是相對的 舉個例子 譬如說今天你過生日 你就覺得今天很神聖 那代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另外三百六十四天都是平凡的 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 那你生日這一天 就覺得那二十四小時是永恆的 所以這一天就變成神聖的 空間也是一樣啊 你成長的過程總有一個地方 對你來說是神聖的地方 神聖的空間 你在某個時候得到某種啟發 改變了你一生 恐怕是中學時代的某一間教室 或是你小時候在什麼地方放風箏 那個地方永遠成為你思想的一個原點 我還記得有個老教授 在兩岸開放探親之後呢 回到他的老家去看他的小學 他跑到小學門口看到前面有一塊石頭 他跑到石頭上踩兩下就哭了 別問他為什麼哭 他說我念小學的時候 每天到學校門口一定踩這個石頭 他小學的時候記憶 後來隔了五十年六十年 再回到小學去再踩那個石頭 立刻就哭了 為什麼 對他來說那個地方是神聖的 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他哭是因為 他想到了他的生命是一個整體 從前的小學生 現在變成一個有名的學者 所以他寫他自己這一段 那這個例子其實很生動 對每個人都有參考的價值 你越覺得生命一路往前走 沒有回頭路 那你越會覺得小時候的某一個地方 某一段時間某一個人說了一句話 某一個經驗是神聖的 所以神聖跟平凡一定是相對的 你不能取消任何一方 你把平凡的取消 然後說所有的都是神聖的 像我們聽到王陽明之後有學者說 滿街都是聖人 這種話等於廢話 滿街都是聖人等於沒有人是聖人 因為你那個聖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你滿街都是聖人沒有平凡的 那個聖就失去了意義 無法告訴你他的差異何在 那除了凡之外呢 聖界凡界的對立還有一個俗界 俗界就是世俗的俗 它跟凡界又不一樣 凡界只是代表什麼 代表那就是一般的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 它是要對照神聖的世界 俗界不一樣 俗界是人的生命發展到個階段 到這個階段之後呢 人就變成什麼 用功能取代意義 這就是俗界的特色 功能取代意義 你不要問一個人有什麼內在的價值 只問這個人有什麼用 任何東西的價值呢 都在於它的用處 它如果沒有用就沒有價值 這叫做俗界 那這個俗界就是俗化 俗化了之後呢 大家都變得非常世俗化 每一個人都是只看這個人 有什麼富貴啊 名利啊 在社會上的作用啊 而不看這個人內在有什麼價值 又根本沒有什麼內在的問題 所以在談到這個聖界的時候 就要知道這些不同的概念 那麼現代人的世界 當然是俗化非常嚴重的世界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覺得 就算是沒有超越界 生活也照樣在過 就是有沒有超越界並沒有差別啊 你這些信徒啊 在什麼虔誠的禱告 該漲價還是漲價啊 對不對 該發生災難還是發生災難啊 所以到最後你發現說 有沒有一個超越的神明或者超越界 對於你現實人生的具體的因果關係 這種生活的模式沒有什麼改變 沒有讓它變更好 也沒有讓它變更壞 全世界的人都信仰一個宗教 這個世界就沒有貧富差距嗎 還是有的 也許人跟人之間相處的比較容易 因為同一個教裡面的人互相幫助 相對來說比較容易 但是呢還是會有貧富差距啊 還是會有各種不公不義的事情發生啊 所以到最後現在人的俗話就是 透過他對信息的了解 慢慢體會到說 有沒有神沒有差 所以西方就出現一派 叫做上帝死亡的神學 有這派神學啊 主張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之後照樣有神學 就是說那個上帝已經沒用了 你不需要特別去提他 提的話只是讓自己為難 也讓上帝為難 那麼這種俗識的人他還有信仰嗎 有的 以下三點是我們今天發的講義啊 杜普瑞教授他的研究 第一個是當你對整個自然界 不再有奧秘感的時候呢 奧秘感反而出現 覺得很神聖和奧妙 人類現在研究自然科學啊 基本上認為你上外太空找不到神 有沒有外星人那是別的問題 不用多談 就算有外星人的話 也不妨礙有一個神存在 神可能先造了外星人 再造我們 就只是說我們的解釋要擴大 有外星人如果也是會變化 也是會死的話 他跟人類本質上沒有差別 除非你說外星人不屬於人這一類 他沒有喜怒哀樂 他也沒有任何煩惱痛苦 那就不叫外星人啊 事實上外星人如果沒有煩惱痛苦 沒有喜怒哀樂 他根本不屬於人這個範疇 所以人類對自然科學的研究 進步到一個程度 發現宇宙裡面沒有什麼真正的奧秘 但是就是這一點 反而變成最大的奧秘 為什麼 因為宇宙要構成這個宇宙 它的機率幾乎等於零 所以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我們在太陽的幾個行星裡面 尋找跟地球一樣的能夠讓人類這種生命 出現的機率呢 是低到不得了 低到難以想像 那相對的 那麼為什麼只有地球這個星球 會出現有人類這樣的生命呢 它需要各種條件的配合 包括溫度濕度 各位知道 北極這個溫度再提高一點點 冰山再融化幾座 整個地球可怕就去掉一半了 比如說海面再提高一公尺 那災難了 對很多人來說 紐約就去掉一半了 台灣也不用去漲房價了 是不是 對不對 房子去掉一半了 那如果水面再提高兩公尺的話呢 那人類只能住在山上了 那地震呢 海嘯呢 山崩呢 一來的話 人類根本沒有存在的機會了 那請問 在這種可能的情況下 為什麼人類還能夠 在地球上存在幾千年 甚至幾萬年呢 這機率本身就是幾乎等於零了 所以你研究自然科學 本來是要化解 許多有關宗教方面的說法 跟很多信徒說 你們不要再迷信了 什麼上帝創造世界 什麼在神的這個保護下如何如何 都是你一廂情願的幻想 但是事實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呢 人類反而更覺得這種事實的存在 更讓人覺得神秘 就好像你說 你買一個最好的攝影機拍照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最好的攝影機 也比不上正常的眼睛 我眼睛一看過去 當然除非你近視眼 那你就要戴眼鏡了 如果你沒有近視眼的話 眼鏡2.0的話 那個是比所有相機啊 最好的功能都好幾百倍 你有時候看電視說 這個是這個多少多少功能的 可以看到什麼毛細孔這些 請問你看那個幹什麼 你沒事看成毛細孔幹什麼 如果每一個人都被你看到毛細孔 那還能看嗎 所以人類有時候它的視覺聽覺的功能啊 就正好配合到你生存的需要 你如果過於精密的話 你反而活不下去 會覺得恐怖 讓你看得太清楚 那人類有時候就有點朦朧啊 有一點美感 讓你有一點回味的空間嘛 讓你聽覺非常敏銳 我們現在只能聽到多少分貝的之內的 你聽覺太敏銳之後呢 所有人都沒聽到 只有你一個人聽到 一直倡吟飛進來你就聽到了 那你還能念書嗎 對不對 你沒辦法思考 沒辦法念書了 倡吟飛進來 一片書月掉下來你也聽到了 那你還能活嗎 我們就因為聽覺比較遲鈍 所以活得很自在 很安靜啊 沒問題啊 我們就因為視覺比較遲鈍 沒看到什麼東西啊 不用緊張啊 看不到啊 沒有什麼陰陽眼的問題啊 那不是很愉快嗎 那別人看到了嚇得到命 你說沒事啊 那怎麼辦 所以人類的這種身體的器官的結構 它能夠活在今天這種世界上 你越了解就知道越 這個就是神秘 越是客觀的事實 簡單的事實 越是神秘 越是深刻的神秘 到這個程度 所以各位知道吧 任何東西都是雙刃 你這邊本來是要排除那種盲目的迷信 結果反而讓你發現了 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最神奇的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現代人啊 他對什麼感受特別深呢 叫做偶然性或者偶存性 我比較喜歡用偶存性 因為偶然兩個字在中文裡面啊 好像是碰巧發生的 事實上這個世界上沒有碰巧的事 但是我們這邊講的不是那個偶然 這個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 不是那個偶然 我們這邊講的偶存是什麼 任何東西都是有開始有結束 生命的不安定 這一點在西方近代的存在主義啊 說得最透徹 人總是會感覺到生命的荒謬嘛 你說你了解世界嗎 你跟別人互動 多少誤會 都是因為你拼命說話而產生的 所以有時候沉默呢 比說話更有說服力 所以很多時候沉默是驚啊 兩個人在一起 如果見面拼命說話 代表這兩個人實在不太互相了解 所以莊子就會說啊 真正的朋友見面八個字 相思而笑 莫逆於心 一句話都不用講 兩個朋友見面說 哎呀 我好想念你啊 代表這兩個人這個層次不高 需要靠言語來肯定 在對方心中的一個地位 那麼言語事實上最容易招來誤解 就是你表達多少就遮蔽多少 你說任何一句話說出來之後呢 你說的還比不上你沒說的那麼多 叫做意在眼外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說話很容易產生誤會 同一句話 張三說跟李四說 效果完全不一樣 因為張三是我的朋友 他說任何話 我都把它轉成好意 李四跟我不太熟 有些誤會 他說任何話 我都覺得是諷刺 比如說別人見了面 就說哎 你怎麼變瘦了 喔 難道你以為我以前很胖嗎 看到沒有 這誤會 這誤會 那好朋友說 哎呀 你怎麼變瘦了 你就跟他分享心得 我最近在保養 如何運動啊 看到沒有 這是完全因為說話是兩個人之間 非常特別的溝通 沒有任何一句話 具有完全客觀的意義 但這就是說明什麼 人的生命是短暫的 不安定 不穩定的 所以西方哲學家海德格 海德格講形上學啊 跟一般人不一樣 他從虛無入手 我們都知道 形而上學 我們稱作形上學 是講存在的 講存有的 是要問說這一切的變化 後面有什麼不變的本體 這都是形上學嘛 但是海德格說什麼 真正的形上學 要從虛無出發 因為任何可以給你定名稱的 說這是本體的 那就不是真的本體 海德格這話是對的喔 當你說這是神的時候 這就已經不是真正的神了 你說這是佛的時候 這就已經不是真正的佛了 我再講一句你就等了 我說這就是道 就知道這不是真正的道了 道可道 非常道 那前面講的不是一樣嗎 所以任何東西 當你說這是什麼 你定了名字之後 它就不再是那個最根本的東西了 它已經變成相對於你的認識的一個名詞 一個概念而已啊 那就被你降格了嘛 所以這就是人類對於這個偶存性啊 你從西方哲學的發展到了當代 大家都覺得生命是非常荒謬的 這一點卡米爾也說了很多 他說你看你每天的生活像什麼一樣 禮拜一開始上班 然後趕車 然後工作吃午餐 晚上回家睡覺繼續上班 到禮拜五的時候呢 現在比以前好多了 周休二日啊 比上帝還輕鬆啊 上帝是周休一日 我們周休二日 卡米爾就把他比喻為什麼 推石上山 在他的西西佛斯的神話裡面呢 就說現代人像什麼一樣 就好像西西佛斯被神懲罰 推石頭上山 各位知道這個懲罰是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跟這個相關的懲罰是誰 是普羅米修斯 在希臘神話裡面呢 普羅米修斯 洩漏了火的秘密給人類 他看到人類啊 在地球上沒有火 那是一個非常不方便的年代 潮濕 寧寧 抵抗不了野獸 畢竟沒有火的話 你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創作 有許多東西都需要火的冶煉啊 他才能夠製作各種器具嘛 所以普羅米修斯呢 把火偷了給人類 天神宙斯啊怎麼懲罰 把他綁在高家鎖山上 讓老鷹吃他的肝臟 求人得人又何怨 他也不會抱怨啊 反正我是自作自受啊 但麻煩在什麼地方 肝臟吃完之後 第二天早上新的肝臟又長出來 老鷹再來吃 他變成老鷹的午餐盒 早餐盒免費的 老鷹每天來吃他的肝臟 這代表什麼 你只要存在就是受苦 存在跟受苦不能分開 這是普羅米修斯的啟示 但是也告訴我們說 一種永無終結的痛苦呢 才是真正的痛苦 代表神比人聰明 那麼西西佛斯也一樣啊 西西佛斯是洩漏了這個 和神的秘密 和神的女兒被拐走了 她跟和神談條件 說我告訴你你女兒被誰拐走 你就把河水 傷給人類 好了他跟他講了 他又洩漏天神的秘密了 神就要懲罰西西佛斯 再想個辦法 前面那個普羅米修斯都用過了 不能再用了 再想一個 好 讓他推石頭上山 神多聰明啊 為什麼 這石頭推到山頂之後呢 一下滾下來了 你的工作就是把石頭推上山 但石頭怎麼可能推上山呢 石頭是圓的 山是斜的 所以你就永遠再做不完一件工作 剛把石頭推到山頂 石頭又滾下去了 你就周而復始 四個字 我們就轉到人的身上了 我們這禮拜又上課了 看到沒有 你們注意到沒有 我會再推石頭了 下課的時候 哎呀 推到山頂了 石頭滾下山 下禮拜我再繼續推 我還好一個禮拜推一次 同學們每天都要推 又要上學了 你這樣上班之後呢 也是一樣 每天推 推到退休為止 這不是人生的寫照嗎 好像很荒謬啊 所以重要的是什麼 在這裡面你如何找到生命的意義呢 你反而對這個意義 有更強的欲望去追求 當你發現到這個生命本身 好像沒有什麼意義的時候 你更渴望得到意義 不再有別人告訴你 或者別人告訴你的你都不接受 我們從小時候教育的時候 老師告訴我們說 這麼做人生就有意義 你以為是真的 你就這麼努力地做 做到最後發現 好像那種意義啊 都是相對於你外面的成就來說 譬如我現在說 你畢業之後找到一個工作 有什麼待遇 那生命就有意義 你將來買到什麼房子 在什麼地方 這個可以安居 或者結了婚 或者怎麼樣 就有意義 等你都達到這一切之後才發現 這些都不是真的 為什麼 它都是相對的嘛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就只有一個願望 能不能找到一個絕對的東西呢 就是所有相對之物都希望找到絕對的東西嘛 否則那個相對性啊 就會帶來一個虛幻的感覺 覺得說反正是虛幻呢 多跟少 有跟沒有都沒有差別 像我們常說的一些話很讓人泄氣啊 什麼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就八個字 我已經到這個快退休的年齡啊 對教書已經覺得沒有什麼太大興趣了 有一天翻開一本書《孔子佳語》 這本書是為王術 為曹王術所編的嘛 裡面收集了很多孔子的相關的資料 就倫語之外 相關資料都把它收在裡面 收了很多 有一天看到一句話想說 哎呀不教書不行啊 他那句話寫什麼呢 他說 幼兒不學長無能也 你小時候不念書啊 長大就沒有能力啊 這倒很切實嘛 你現在不念書 你沒有能力 你沒有專長 你將來在社會上怎麼立足呢 不要說貢獻啊 第二句話是什麼呢 老兒不教死無所思也 嚇我一跳 到底老的時候你不教書的話 死了之後沒有人想念你 所以弄得半天我現在拼命教書 是希望死了之後有人想念 但是實際上想念你的人也會死啊 所以就要有更大的貢獻 什麼立德立功立言 讓以後後再繼續想念 但你再繼續想念也不行啊 你碰到一個批孔陽晴 那不是倒過來了嗎 是不是 孔子還被人在批判 所以這就是一種什麼相對的概念嘛 還有第三個 有錢的時候不施捨 你窮的時候怎麼辦 這個是三句話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思想呢 其實不太是孔子的思想 為什麼 太過於效益主義 效益主義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 太過於功利 就是我為什麼要小時候好好念書呢 是怕將來長大沒有能力 那你不是為了要念書而念書嘛 不是為了說我學習是出自於內在的願望 而是我做任何事都是一個手段 工具性的思考 比如說我現在老了 我為什麼教書呢 我怕將來走的時候沒有人想念我 那你這個 還不如成立一個基金會去掛你名字嘛 對不對 將來走的時候別人看到這個名字 這個基金會 以為是送輪椅的送什麼的 也可以 你要讓別人紀念機會方法很多嘛 何必一定要靠教書呢 是不是 那你說你現在有錢你施捨給別人 將來窮的時候別人就會施捨你嗎 這不一定的 他不一定正好碰巧在 比如說我年輕的時候 坐車經常讓座 那這能夠保證我老的時候 我上車就經常有人讓座給我嗎 不可能嘛 另外一個人從來不讓座了 老了之後一上車就有人讓座 那你說這不公平啊 請問人生哪裡有過公平這兩個字呢 是不是 即使所有人都羨慕張三 張三也覺得不公平啊 我又不是靠自己的選擇 對不對 我又不能選擇我的父親 選擇我的家庭 好像很委屈喔 如果我可以選擇的話 我一定選擇另外一個 這個是 別人羨慕他 他也覺得自己委屈 那怎麼辦呢 這世界上請問 有誰認為自己得到公平的待遇 站住有沒有 請舉手 認為我最深都很公平 我只要考試 我念過的就會出 然後呢 我考的成績完全符合我的能力 沒有任何別人跟我比起來 比我更僥倖的 請舉手 沒有嘛 每個人都自己覺得自己不太公平 我比誰受委屈多了 誰不勞而獲 誰運氣好 誰有貴人相助 我專門犯小人 這個都是很平常的想法 這個說明我們對於這個人生的問題 這個是越感覺到生命的偶存性 偶然存在 短暫 沒有什麼永恆性的 為什麼我們講偶存性呢 你要學任何概念 都要注意到相對的概念 當你說偶存性的時候呢 相對的就是必然性 請問這個世界上有必然性嗎 沒有 必然性只存在於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邏輯 第二個是數學 換句話說 只有邏輯跟數學裡面才有必然性 比如說一加一等於二 到月亮上也是一加一等於二嘛 不會說我們今天到了月亮 一加一等於三 那就不知道是什麼數學了 是不是 所以說必然的 一定是只有邏輯跟數學 那人的世界呢 沒有任何事情是完全靠得住的 所以我上次還會提到王國越的一句詞 很簡單 人生世世皆無憑 都沒有憑據 就沒有依靠 但除卻無憑兩制 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無憑這兩個字 就好像我們現在說 這個世界上只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 那就是變化 一樣的意思啊 它只不過用一個比較文學的方式來表達 很生動 我們今天講的講得很平常啊 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 那你從這個裡面你就更要問啊 那我的生命到底是為了什麼 人有時候不太會想到生命是為了什麼這個問題啊 因為這個問題有點遙遠 為了什麼跟為什麼是兩個不一樣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有一次我上課的時候呢 有一位年紀比較大的朋友 就是年紀跟我差不多 他來聽課 下課之後他來問我 他說副老師 我有一個侄子 結婚之後生了一個兒子 代表這個朋友是祖母輩的了 他的侄子生了一個兒子 念幼稚園大班 這個小孩子有一天回家就問他爸爸 你沒有我的同意 為什麼把我生下來 代表這個小孩子在幼稚園聽到什麼叫民主 任何聲音都要你的同意 否則別人不能替你決定 所以他回家就請教了爸爸 你沒有我的同意 為什麼把我生下來 這爸爸聽了問題嚇一跳 他說因為我愛你啊 他說我不是問這個 我問沒有什麼沒有我的同意啊 然後媽媽回來了 父母兩個一起跟他說 我們愛你 所以把你生下來 他說我問的不是這個啊 問的是為什麼沒有我的同意啊 最後這個爸爸沒辦法 至少說 爺爺奶奶也沒有我的同意 就把我生下來 那麼他就去問他這個長輩 這個長輩跑來問我 我說你這樣回答 為什麼沒有我的同意把我生下來 就是為什麼把我生下來 沒有我的同意 你跟小孩子說問題很好 但你問問題要問得完整一點 還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是把你生下來是為了什麼 問題不一樣喔 為什麼是問過去 為什麼是問未來 你除了問說我今天活著 為什麼把我生下來 這是過去 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能理解 但是我現在生下來的是為了什麼 將來有什麼目的 看到沒有 這才完整嘛 你要問過去 用你現在活著 還要問未來 你活著是為了什麼 結果他拿這一招去跟小孩子說 我現在知道了 請教老師了 老師說你很聰明 除了問為什麼把你生下來 你還要問什麼 把你生下來是為了什麼 小孩子聽不懂 就不再問了 所以回答小孩子的問題方法之一 就是讓他陷入困惑 然後他就不再突然突 的確我們現在年紀大了 也還沒辦法說清楚 活下來是為了什麼 有時候莫名其妙一下飛機就不見了 上面兩百多人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你說今天科技多麼發達 找不到一架這麼大的飛機 所以呢 你說那這些人的命運都一樣嗎 那他們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理想 不一樣的抱負 請問誰給他們一個交代呢 所以你活著是為了什麼 你能有把握嗎 有多少把握 這都是問題 所以這是第二點 有關現代人的宗教經驗 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現代人發現了 人與人之間互相的責任感更重了 好像說如果沒有上帝在管的話 我們就應該互相照顧 這是基本的觀念 但是這種互相照顧的觀念 往往只有在地球的自然界發生災難的時候 人類比較容易團結 如果沒有自然的災難 人跟人之間呢 要說大家都是人 像兄弟手足一樣 不容易做到 我們對於宋朝的學者 很喜歡推崇張載 張載就寫什麼 民無同胞 物無於也 看到沒有 人是我的同胞 物是我的同伴 同胞跟同伴 那你先說同胞好了 民無同胞 講得多好 我們都是以天為父 以地為母 我們人類都在這個天地之間 是同一類 我們都是兄弟姐妹 聽起來很好 但是這種話說出來之後呢 你能做到嗎 你做不到嘛 所以有時候這個中國哲學的特色呢 就是很多都是結論 說出來之後呢 他把中間的過程 基本的出發點 通通忽略了 你記得那幾句之後呢 沒什麼用 比如說你們中學時代 一定唸過 也是張載的話 我們唸書應該如何呢 聽起來很嚇人 為天地立心 為生明立命 為往聖記絕學 為萬事開太平 這種叫做寫對子 寫得很好聽 然後四個字 中間不知所語 不知道人家說什麼 你人怎麼為天地立心呢 立什麼心 你立了心之後別人能立嗎 假設有五十個念書的人 每一個人都立心 立的都不太一樣 為生明立命 老百姓自己沒有命嗎 要等你來給他安一個命 叫做你們的方向應該往哪裡定 像這種就是念書的人口說大話 很好聽 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真的 我這樣講 並不是對於古代的學者不尊重 而是說 任何一個人說的話 都應該接受檢驗 你說的話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還是說你有真的根據 事實上你找不到真正的根據了 因為你出發點都認為是 人人活在世界上 信就是理 聽得很好聽吧 信就是理 理當然是善的 所以人性都是善的 那你這一講之後呢 就可以保證社會上沒有壞人 不做壞事嗎 你不能保證 那你教很多人去說 你這樣做就可以不要做壞事嗎 也不能保證 那你說這個話代表什麼 代表你建立一種學說 這種學說你要講給誰聽呢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念書人的願望 真的是很偉大 但是呢 不切實際 我們講宗教的時候也是一樣 要避免講到不切實際 你講到不切實際之後呢 大家聽得都覺得很好 但是呢 沒有那個東西存在 你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人類難道不知道這個世界上 需要什麼宗教嗎 你把所有宗教領袖通通找來說 我們把各自的宗教的元素 拿一點東西出來 把最好的全部湊在一起 然後組織一個最完善的宗教 讓全世界所有人都信 那不就搞定了嗎 事實上做得到嗎 做不到 不可能做到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做的用意就是先設定 這個世界就是人類的家鄉 你想要在這邊安居 這不可能的事 宗教的本質就在於 他出發點是這個世界不完美 人生不幸福 人性不理想 所以宗教一定牽涉到一個詞 叫做救贖 什麼叫救贖呢 或者稱作解脫 所以現在西方學者呢 往往兩個字合在一起 救贖 解脫 合在一起 解脫是佛教用的字 救贖是基督教用的字 他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說同一個概念 因為都是類似的東西啊 就是化解人間的所有的痛苦煩惱嘛 讓你死了之後呢 還有一個圓滿的清淨的境界 這種想法什麼時候來的呢 這就要推到一個概念 叫做文化的軸心時代 我們現在談所有的文化問題啊 包括宗教在內 都難免會提到 德國哲學家亞斯培斯 亞斯培斯 亞斯培斯 他所提一個概念 叫做人類文化的走先時代 它的年代呢 是從公元前八百年 到公元前二百年 六百年之內 人類文化不約而同 統統覺悟了 什麼意思 就是在這個六百年之前 公元前八百年 到公元前二百年 在這個階段之前的人 他一定屬於一個國家 一個部落 一個種族 一個階級 但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個人生命呢 沒有他特別價值 我們講到階級 大家都知道在印度 印度教 原來有種性階級 生下來 就分在四個階級裡面 婆羅門 差地利 廢社 守陀羅 還有一個不可接觸的建民 你這一生不可能有改變 甚至還不能通婚 所以這要做什麼 階級 那有些人生下來 生下來就屬於一個家族 譬如說古希臘人 生下來就屬於一個城邦 所以你看到 柏拉圖對話錄裡面 任何一個人出現的時候 後面就會寫 他是哪一區的蘇格拉底 就是說你生在哪一區 你屬於雅典這個城邦 這是先定好 所以一個人生命要完成 不可能脫離他跟城邦的關係 所以雅典人為什麼那麼重視政治 因為他是一個很小的城邦 人口最多的時候 也不過是四十萬人 你看四十萬人很小 那這四十萬人呢 命運是一樣的喔 因為如果你戰敗的話呢 所有的人都會被抓去當奴隸 那這個是當時希臘的小城邦 都是這樣子 人個人不可能獨立 依靠城邦 那其他的話都是部落家族 中國古代在周朝封建的時候 有萬國 夏朝有萬國之稱 到周朝的時候還有一千八百多國 中國大陸你想想看 一千八百多國代表 有時候一個縣 有時候兩個鄉就是一個國了 它就是一個部落嘛 等於是這個家族變成宗族 它就是一個分封的一個小的國家了 所以夏朝有萬國之稱 周朝初年還有一千八百多國 到最後不斷的兼併 到戰國時代 戰國七雄 各位就知道這個兼併多麼慘烈了 任何一次兼併啊 都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啊 所以司法先寫史記 寫到春秋時代 它怎麼寫 它叫春秋時代啊 兩百多年 四軍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 國軍被殺的有三十六個 國家滅亡的有五十二個 諸侯奔走 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生數 諸侯到處奔走 保不住自己國家的數都數不清 這是春秋時代 天下亂到這種情況 但是那個時候的人啊 都是屬於某一個特定的一個團體 但是在文化軸心時代出現之後呢 人的生命出現了 但是這個出現的是一個覺醒 大家都會提到 像中國的孔子孔孟老莊這幾位 印度的斯加摩尼 還有奇那派 跟印度同時出現的 對抗印度教的 古希臘當然就是蘇格拉里 柏拉里 柏拉里亞斯多德 在猶太社會裡面就是大先之時代 我已經講過這個其中的故事了 其他還有其他民族都一樣 都出現了這個文化的轉折點 那這個轉折點出現之後呢 人類需要花幾百年上千年時間去消化 各位想想看 春秋時代戰國時代之後呢 又是一個秦始皇的帝國 然後秦漢隨堂一路下去 毫無辦法 毫無辦法 還是屬於一個集體性的社會 西方也是一樣啊 希臘時代過的時候 羅馬帝國 然後中世紀呢 被稱作什麼 黑暗時代 印度也一樣啊 印度佛教出來之後 待了幾百年被趕出來了 還是保持印度教 這個說明這個文化的這個軸心時代呢 所得到的啟發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為什麼 因為今天顯示的效果 什麼叫今天顯示的效果呢 等於是我們已經橫跨了兩千多年 把那個公元前兩百年左右 到現在兩千多年 我們重新有新的機會 什麼機會呢 在宗教裡面講的時候就是一個原則 就是現在開始呢 你追求的是個人生命的解脫 個人生命的解脫只有一個方向 就是要找到真實的實有 實有這個字啊 或稱作存有 稱作存在 我們稱作實有 就是real 真實的大寫這個字 the real 真實的東西 等於就是說 人類的這個宗教方面的思維 你的目的是要達到跟超越界界的關係 而超越界呢 不再是聽起來那麼抽象 它變成一個真正的實有 真正實在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的生命不實在啊 你每天變化啊 覺得這個 有偶存的危機感啊 常常覺得這個宇宙 你了解的越多 你越不了解 所以從蘇格拉底開始就已經說了 我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是無知的 孔子也說過類似的話 只曰 無有知乎哉 無知也 看到沒有 所以這個是李彪玉 只有蘇格拉底會說 孔子比他還早了 還早了一百多年了 就說過了 無有知乎哉 無知也 後面呢 有一個鄉下人 來請教我問題 態度很誠懇 我扣起兩端而結音 我就他問題的兩面 這麼做跟不這麼做 兩面推敲 他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所以基本上沒有一個老師 他可以告訴你說 我這邊有所有的答案 你來的時候我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一個方法 但是呢 你來的時候我怎麼啟發你 這才重要 那麼啟發的目的何在 是希望你自己接觸到 那個最後的根源 接觸到那個真正的實用 什麼叫做《紫月路》 禪宗有一本書叫《紫月路》 《紫月良》是出於莊子 叫做得月望子 我用手指指月亮 手指是一個工具 你不要抓著手指不放 把手指給我 變成金手指 沒用 你要看我手指指的月亮 得到月亮忘記手指 得魚忘全 捕魚的簍子啊 目的是要捕魚的 捕到魚就把簍子丟掉了 千萬不要買毒還租 我給你買一個櫃子 結果櫃子買了 裡面的珠寶還給你 那就本末倒置了 所以所有的老師都是那個手指 都是那個捕魚的簍子 那你學的時候學會什麼 透過手指看到月亮 透過簍子捕到魚 這要每一個人自己去掌握的 但是方向是一樣的 方向就要讓你超越 超越怎麼超越呢 不是從有超越到無 而是從相對的有 超越到絕對的有 你說那個絕對的有 不能給它名稱 所以暫時稱作無 你可以這樣說 所以老子說 才會說無名萬物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 看到沒有 他用無名有名來說 所以呢 自從人類文化的走心時代出現之後 宗教的態度基本上是要追求實有 透過實有而得到救贖 得到解脫 簡單來說 就好像一滴水 難免風吹過去 太陽曬下去 它會乾涸 到最後水不見了 請問 如何讓一滴水 永遠不要乾涸呢 只有一個方法 把它丟到海裡去 這個在很多宗教裡面 都用這個比喻 讓一滴水不要乾涸 只能把它丟到海裡去 丟到海裡去之後 它跟海融為一體 海是什麼呢 海就是真正的石油啊 海就是超越界啊 一滴水是什麼呢 就是每一個人啊 人總是會老啊 老的時候呢 就變成生命力慢慢降低了 到最後呢就結束了 就跟水完全被蒸發掉一樣了 將來就是一堆白骨了 成歸成土歸土了 真的是如此啊 各位知道這個地球上 曾經有過多少人活著 你知道嗎 沒有知識要有嘗試 我是沒嘗試到看電視 我就是看電視看來的 看這個發現探索頻道 Discovery Channel 尤其介紹這個 說這個地球啊 活過的人口啊 大概將近一千億 我看的時候是十年前 九百六十億 現在應該有一千億了 活過的人 請問這些人在哪裡 現在世界上只有七十億 就覺得很擠了 一千多億的人現在在哪裡 有時候我們到海邊散步 哇 沙灘好白啊 我告訴你 都是骨灰 那一千億的人到哪裡去了 那不變骨灰是什麼 骨灰不是沙灘的那些白色的沙嗎 那我們祖先就在裡面嘛 我們將來也在裡面嘛 我們都被這個地球所消化嘛 所以人的生命 如果只有人的身體的話呢 死了之後的結果就是如此 那你前面談不談宗教信仰 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人的生命為什麼 不是只有身跟心呢 上面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層次 我最近比較有時間看看宋明禮學 宋元學案 我們都知道 北宋有兩位兄弟 兩兄弟都是哲學家 哥哥叫陳浩 弟弟叫陳宜 就是有名的陳明道跟陳一川 陳明道怎麼說 一般都認為陳明道比較溫和 陳一川比較嚴厲 一般認為 但你聽聽看陳明道怎麼批評莊子 他說莊子說 身如睪目 心如死灰 他說這在講什麼呢 人是有生命的 一定要思慮 一定要行動 變成睪目死灰 那不是死了 從這句話你就知道 這些宋朝一直到後面 明朝的學者 真的是不懂道家 我們今天不要有陳見 莊子裡面講稿目死灰 至少出現四次 用不同的方式說 都是身體像稿目一樣 心像死灰一樣 那請問莊子是這麼幼稚的人嗎 認為人死了就是這樣子啊 不是的 莊子說完稿目死灰之後呢 才出現了什麼 人的真正的特色在於什麼 出現了精神 精神這兩個字 莊子經常用 平常的精神不會出現 因為你的身跟心的活動 就已經佔據你所有的生命內涵了嘛 但是你經過修煉 身體像搞木一樣 不要有什麼慾望 心像死灰一樣 不要胡思亂想 然後這個時候呢 精神出現了 接著說一句話 精神是生於道 從道而來 等於是你在經過修煉之後呢 精神才能夠悟道 悟道之後人的生命才能真正的逍遙 你看 道家的思想不是很難的 我們認真研究之後 就給他一個基本的理解 沒想到宋朝的學者 學問很好的啊 北宋五子 到後面南宋的朱熹 有哪一個人真正了解了佛教 真正了解了道家呢 這是問題 我看宋元學院看過去就覺得說 唉這都是誤解偏多了 最喜歡講的兩句話 可以說是一句話吧 世事本心 無辱本天 聽起來真是氣象萬千啊 世事就是你佛教是本心以心為本 要講民心見心 能夠覺悟到萬法皆空 就可以不受執著進入涅槃 無辱本天 我們儒家是以天為本 哎呀好像我們的天 是一個永恆的力量 很超越的一個力量 後面接著說什麼呢 天什麼 天就是理啊 天就是理 然後說信就是理啊 所以天跟信沒有分別嘛 對不對 在上面為天 在我們心裡面稱作信 那信的本體就是心啊 所以弄了半天你說別人本心 你本天 那天就跟信一樣都是理 然後信的本質是心 那跟你講別人本性有什麼差別 那你就一定要說別人錯 因為宋朝到明朝的學者 很少例外的 都把天等於理 叫做天理 那你這一講的話 請問你跟佛教有什麼差別 所以他們也常常受到批判 一方面是前面出入佛老數十年 出入佛老數十年 後面就是自己有進禪宗的這種嫌疑 接近禪宗 就講一些話頭 要把事情都看透看破 那麼佛教事實上有一個說法 叫做一念絕就成菩薩 一念謎就變凡夫 你看宋明學者說的話 有些也是類似 所以像這個都是說明什麼 我們今天講到 現在人的宗教經驗的時候 都可以把它作為理解的資料 各位同學 我們要記得的就是剛剛講的三點 就現在人的宗教經驗 是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自然科學的發達 使得我們人類從自然界 已經發現不到任何奧秘了 但是事實上就是這一點 人類這個世界上是如此這般的可以被理解 這就是最大的奧秘 掌握到關鍵沒有 這個世界以前的人認為很神秘 現代人認為這世界不神秘 但是呢 這個世界居然是如此的可以被理解 合乎人的理性 那這反而是變成最神秘的事情 因為如果這一點很平常的話 那為什麼別的星球上沒有看到人類的出現呢 以及人類的文明的發展呢 沒有 所以同學們要從這種反面的方式 辯證的方式來思考 第二個就是 人類對自己的生命感覺到偶存性 什麼都靠不住 但是這一點什麼都靠不住 反而是讓你更迫切的需要去追求 有沒有一個最後的根據 第三個就是人類好像是被丟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人跟人之間就應該彼此好好的關懷 好像有共同的責任要承擔 那這一點就反而又符合宗教的精神 因為宗教裡面本來就希望 所有的人都可以變成一個整體 所以我們提到文化軸心時代裡面 對於說人的生命追求解脫與救贖 是要找到一個真實的實有 以這個作為它的基礎 那麼好 接著要談的是 什麼叫宗教感受 宗教感受這個詞啊 英文叫做feeling 感受這個字在西方就變成是很有特色 為什麼 因為一位德國的神學家 叫做斯萊瑪赫 他特別提到宗教是一種絕對依賴的感受 先說什麼叫感受 你聽到聲音 這是一種聽覺 有人批評你 你感覺到憤怒 那什麼叫感受呢 感受跟感覺不一樣 感受的特色是 假設你現在在睡午覺 鬧鐘響了 你被噪音所驚醒 重要的並不是 是不是鬧鐘還是什麼聲音 重要的是在感受的時候呢 就算沒有聲音 重要的是你感受到一種自己的狀態 我感受自己被噪音干擾這種狀態 所以在感受裡面呢 一方面它是沒有對象的 對象就是指那個是鬧鐘呢 還是有人講話還是汽車的聲音 不在乎 重要的是我感受到我被噪音所干擾 而我被干擾的狀態是超越主客對立的 這就是感受 所以感受這個字啊 你要把它跟感覺分開 感覺只是單向的五官 視覺聽覺 這就是感覺 感受是整體性 我整個的生命都在那個感受裡面 比如說我被鬧鐘驚醒的時候 我的生命是在一種被噪音所驚醒的狀態 那就是我生命一個整體的狀態 所以感受這個字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整體性 整個生命在一種狀態裡面 第二個是化解的主客對立 不再在乎說是不是真的什麼聲音 也許是一種虛擬的聲音 也許是你做夢的時候聽到 以為自己聽到什麼聲音 但重要的是你整個生命在那個狀態裡面 所以這個詞就變成宗教上可以用的 它是一種絕對依賴的感受 絕對依賴什麼意思呢 因為人除了絕對當然有相對 比如說你今天沒有錢的話 你不能出門 你對錢有相對的依賴 為什麼 你說你不能出門是嗎 那你可以走路嘛 對不對 你走路也可以到達目的地啊 那你坐車當然更快啦 那坐車需要依賴有錢 同時車子準時來 所以這種依賴是相對的依賴 有些偉大的人物 從小出生在孤兒院 在孤兒院長大 他的依賴相對的很少 但是呢總是可以活下去啊 所以一個人只要活著的話 他一定是有某種依賴 但請問就算你擁有全世界 你還是覺得生命本身是不可靠的 為什麼 因為最後會結束的 所以人的生命有一種絕對依賴的感受 雖然馬赫就認為這就是宗教 但是絕對依賴的感受作為宗教 它少了一個因素 什麼因素呢 就是異象性 什麼叫異象性 雖然感受是一個整體 我可以做絕對的依賴 好像我依賴一個什麼 但是你不能夠有絕對的依賴 而沒有所依賴的那個支撐的力量啊 只異象性就是我在依賴的時候知道我依賴的是什麼 所以從這邊來說的話就比較完整的 再看 我們講宗教是一種絕對依賴的感受之後呢 就要講宗教做一個比較積極的態度 一般來說宗教裡面喜歡講召喚 calling calling不是打電話是召喚 有一種神的力量在召喚裡 你要回應 召喚與回應 什麼叫召喚呢 這個世界上很多人做一些事情啊 一般都認為是很有使命感的事情 比如有人到非洲去保護野生動物 他一定是忽然在某一個場合看到某種畫面 想到某種東西 感覺到自己被召喚了 他有使命感 他就到非洲去保護野生動物去了 他做的事情一般人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他要對那個召喚他要回應 而宗教是普遍的神聖的召喚 每一個人接受這個召喚的話 他的生命就會起一種變化 就好像我將來什麼事情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他會像我所相信的那樣子的方式來呈現 就好像有一棟樓上面都是原物 你看到樓梯 你必須相信上面有房間 你才會冒險去走那個樓梯 你全部看到的話不可能 因為信仰跟知識不一樣 當我在相信的時候呢 我知道我現在的心態是在相信 但是當我相信什麼東西的時候呢 我永遠不可能知道我所相信的是什麼 這兩個不一樣 我知道我在相信 但是我沒辦法去知道我所相信的內容 比如說我現在信仰我懂宗教 我知道我在相信 但是你說我知道我所相信的內容一定是真的嗎 宗教裡面 他講到信仰跟知識的時候 這兩個是不太一樣的 你如果真的知道這個人叫張三 你就不會相信這個人叫張三 你不用相信他知道了 我就是因為不知道這個人是不是張三 我只能相信他是張三 所以知道跟信仰不一樣 但是信仰裡面有一個特色 他永遠有一種深刻的體驗 就是說我雖然不能夠確證 像證明科學上的原理一樣 或是像證明我們生活經驗上的對象一樣 像證明現在正在下雨 現在正在出太陽一樣 我不能證明 但是我真的是相信我的一個信仰的內容 別人不見得相信 但是我這個相信就會引起我的某種確信 確信就代表什麼 我活著好像是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往哪裡走 一般人活著如果不談信仰的話 他永遠只能夠在一個有限的認知範圍裡面 做個選擇 但是有信仰的人他已經選擇了 他就如此的走下去 好像是我已經明明知道 但那個知道不是一般的知道 因為那個知道不能夠用客觀的方式來驗證 所以信仰跟知識的不同是很明顯的 所以保羅文田立克他就說了 信仰是一種終極關懷 終極關懷就是把我的生命做全盤的投入 不能保留 就是我等於是做一個冒險一樣 人活在事業上你可以做各種選擇 你還可以保留呢 你看到很多投資他都會跟你說 你要自擔風險 所以你最好不要把雞蛋放到同一個籃子裡面 這是投資的基本觀念 但是講宗教信仰的時候 你不能說我也分散風險 我信了五個宗教 那等於是投資的心態就不叫信仰了 那變成買保險的心態了 反正將來使得之後翻底牌 總會翻到一個吧 我都信了五個教了 那這個要不然再多幾個我也信 那這樣等於是一種有一點就開玩笑了 因為你信仰隨後就會有行為 這個行為就會使你的信仰得到某種驗證 所以信仰是對未來知識的一種保證 我信了什麼教 我將來就會有什麼行為表現 用那個行為來證明我的信仰的可靠性 這是沒辦法的 其他的知識啊 都是你先知道你才會說你知道什麼東西啊 只有信仰 你知道你什麼東西 但是你後面還需要有行為去加以驗證 等於做見證 那麼談到這個人對於他所知道的東西 怎麼去理解的問題 基本上可以分三個層次 這是John Hick 約翰希克他的說法 人在追求意義 意義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叫做自然的意義 第二個叫做倫理上的意義 第三個叫做宗教的意義 你先把這三個層次簡單了解一下 什麼叫自然的意義呢 譬如說天花板是白色的 這個沒有什麼好商量的 除非你色盲 我說外面正在下雨 這個沒什麼好商量的 你去外面一看就知道 所以自然的意義呢沒有得商量 大家都很容易去檢證 檢證之後呢就沒有任何爭論 這叫做自然的意義 我們活在這個事業上 有關自然的意義是接觸的最多 張三有沒有說過這句話 以前不容易能夠分辨這個問題 現在就把錄影帶還原嘛 你在什麼地方說過 什麼叫陸龍啊 這個 你說過啦 你說了說 沒說你是開玩笑啊 我們就以為你真的是這樣講 這就沒什麼好爭論 我不能替他辯護 我不能說他口誤 這跟口誤沒關係啊 這個就叫做自然的意義嘛 任何人說了什麼話做什麼事 如果經過某種方式把它記錄下來 錄音下來 錄影下來 所以為什麼這個時代呢 都要用這些 像我現在講話 有人就可以把它錄下來 將來你來質疑我的時候 我說我說的不是這個喔 你放右聽 哎呀 果然我說了這個 然後我跟你說 我雖然說了這個 不過我不是這個意思喔 哈哈 那你到底什麼意思呢 當然前後文要連起來了 要不然你光講一句話 別人以為我故意諷刺誰 我跟他是好朋友啊 也沒什麼好諷刺的啊 那這個我只是說事實 看到沒有 像這個叫做自然的意義 所以自然的意義 你聽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 這個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做見證嘛 第二個比較難 叫做倫理上的意義 什麼意思 比如我現在說 張三不夠孝順 我現在問你 張三不夠孝順 什麼叫孝順 你說他不孝順嗎 他父母說他最孝順 我們很早就流傳一個故事啊 在一個村莊裡面 有一個不孝子 大家都知道他不孝順 從來不顧這個媽媽的生活 然後沒錢就回家跟媽媽吵 要拿東西去變賣 但是每到這個打雷下雨的時候呢 媽媽就跑出來大聲的喊 老天爺啊 我兒子最孝順啊 因為他們都知道 不孝順是遭天打雷劈啊 所以一打雷的時候 媽媽就出來向老天爺說 我兒子最孝順喔 你可不要打錯人喔 所有人都認為他兒子不孝 媽媽說我兒子最孝順 這當然是媽媽的愛心嘛 那我現在問你 在倫理上 你能說他是孝還是不孝呢 代表什麼 解釋的空間很大 你說他是好人 換一個角度來看他是壞人 這個社會上有商業間諜啊 從這邊看他是出賣他的東家 從那邊看他是什麼 棄暗投明 是不是 國家裡面有些人被稱作漢奸 你換個角度看 哎呀 原來用心良苦 叫紅成仇 所以每一個人在道德上的判斷 他都是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 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做任何一件事 會不會大家一起說他是做好事 不會的 沒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看到沒有 倫理上的意義 跟自然上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它的程度呢 有解釋的寬鬆的空間 了解這一點之後 你再往上一步 到什麼 宗教上的意義 你就知道說這個空間更大了 因為講到宗教上的意義的時候呢 你說有神還是沒神 你信這個教 他信那個教 完全是天差萬別 天差地別 差別很大 那你說是不是正常的現象呢 答案是的 因為人類在解釋意義的時候 本來就有很多層次嘛 我這邊只舉三個 你還可以說神美上的意義 我弄一幅畫 你說這個很美嗎 我告訴你 很多美的畫 別人不見得認同嘛 台灣常常有畫展嘛 一下子展覽這個範谷啦 一下展覽這個誰誰誰 很多西方的名畫家 我們是被決定的啦 你只要說這是好的 專家說這是美 我們就帶著審美的心情去欣賞 然後跟別人談話了 就要說你看我什麼畫展沒有 其實我們大部分人都根本看不懂 在美國就發生一件事啊 美國這個大都會博物館 有展覽一個藝術家的作品 裡面有一顆大白菜 真正的白菜啊 不是我們的翠玉白菜啊 不一樣的 有個農夫啊 正好到那邊去看 一看 這個白菜我家田裡面多的是啊 第二天呢 他載了一嘎車白菜 站到博物館前面說 我這個白菜比他那個還好看 應該可以展覽 博物館人說不行 那個白菜是藝術品 你這個是農產品 價格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呢 都是白菜啊 那個是藝術家放的 放在藝術的地方 看到沒有變成藝術品 你是個農夫啊 你放哪裡都是農產品 代表什麼 是一個場地 這個叫做藝術品展覽館 使一樣東西變成藝術品 是一個藝術家已經成為家之後呢 他怎麼做都是對的 你看每一個地方都有廁所 廁所都有小便斗 小便斗也變成藝術品啊 為什麼 被人家放在藝術館裡面 是誰放的 貼個名條 這變成藝術品 我們家也都有小便筒啊 怎麼不是藝術品 所以在審美的意義上 往往我們都是被操縱的 被決定的 每個時代有不同的審美的風扇 專家說這是美 我們就認為這應該是美了 看到沒有 現在你知道了 所以人生的很多意義啊 從自然的到倫理道德的 再到宗教的 本來就有層次的差別 而在宗教的意義這個層次呢 是它的這個差別可以是最大的 所以有些人他說我是無神論 其實不要忘記 無神論也是一種信仰 我相信沒有神 那你相信沒有神 跟別人相信有神 是同一個位置嘛 並沒有說你相信沒有神 就比較高尚 對不對 你相信沒有神 那是你個人選擇的信仰 所以講到信仰的時候 後面就會提到 美國心理學家 William James William James講什麼呢 他講信仰的意志 各位要注意 平常在哲學上 很喜歡講理性 不喜歡講意志 對不對 理性的思維嘛 理性的思維和邏輯啊 所以在哲學史的發展上 都是合理的思維 所以任何人提出一個論證 論斷 他都要做一個理性的一個論證 讓別人相信 接受他說的是可取的 但是從康德開始 康德的代表作 一本叫做純粹理性批判 一本叫做實踐理性批判 純粹理性就是指 理性在它的純粹性 作為理論上的功能 所以這個理性是有限制的 因為你只能認識現象 不能認識本體 第二種叫什麼 實踐理性 什麼叫實踐理性呢 因為理性不能 不能不跟實踐建立關係 它所謂的實踐理性 指的就是意志 你一定要有所行動啊 當你行動的時候 你必須如此去行動 好像你所認知之物呢 是確實存在一樣 就變成一種我的意願嘛 比如說我今天跟你說 明天我們中午在哪裡見面 我怎麼知道明天我還有這個心情跟你見面呢 我今天說的話是此時此地 你聽到我說話的聲音是一種感覺啊 是一種理解啊 到明天的時候我為什麼要去呢 所以我跟你說明天我們中午見面 這個時候好像我有一個本體 叫做我一樣 這叫做實踐理性 就是我實踐理性在道德上 我答應任何事情都要好像有一個我一樣 這個我是一個主體 我答應你 其實你要證明自我是不可能的 康德說過三個本體不可知 第一個自我不可知 世界不可知 然後呢上帝不可知這三個 自我 世界 上帝 三個本體不可知 不可知並不代表不存在 只代表說你不能透過正常的方式 來證明它的存在 請問有誰能證明自己的自我存在呢 康德之前英國的哲學家 David Hume已經很清楚地說了 自我只是一束知覺 一束知覺 你不可能在自我沒有任何知覺的情況下 去說有一個自我 所以當你說自我的時候 它跟知覺不能分開 你把知覺拿開 並沒有一個所謂的純粹自我 這一點是大家都沒辦法反駁的 你不可能在想到自我的時候 不帶有任何自我的情感 自我的意念 自我的一種狀態或者感受 不可能 換句話說沒有純粹的自我存在 所以康德才要說這個自我不可知 但是自我不可知的話 我怎麼可能答應你明天中午見面呢 我答應你明天中午見面 就必須是好像自我 是我可以掌握的一個存在的東西一樣 這要做什麼 這要做實踐理性 所以實踐理性就變成一種意志 是I will 意志 自從康德以後 意志的概念就開始受到很大的重視 第一位是蜀本華 蜀本華的代表作為叫什麼呢 你有時候看翻譯的名稱實在是看不懂 中文翻譯翻成意志與表象的世界 你只看這個書名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還說的是什麼 他還說的你翻譯的話有時候比較笨拙 世界可以作為兩個方式來理解 第一個世界作為意志 第二個世界作為表象 這是他的意思 他要談的是世界 這整個世界 世界作為意志什麼意思 代表世界的本體是意志 它就是一個要求存在的力量 叫做the will to live 生存的意志 任何東西只要存在就希望一直存在下去 這叫做世界的本體就是意志 它是一個要求存在繼續存在的一個力量 世界作為表象 表象這個字為什麼翻成表象呢 有地方翻成觀念 但是他就怕你聽到觀念之後 以為是人想出來的 其實不是 什麼叫做表象呢 英文叫做representation 講這個英文字反而比較容易理解 你看到一張桌子 桌子在你前面呈現 叫做present 桌子present他自己 你腦袋裡面把桌子再重複一遍 叫做represent 我在腦袋裡面把桌子重現 重現的結果叫做representation 就是表象 換句話說任何的概念 當你說出來的時候呢 跟那個真實的東西呢 都隔了很大的距離 真實的東西在你前面呈現的時候呢 你不能用概念去掌握 你一用概念掌握 就經過理性的表象作用 我把它再重新表現出來 成為一種我認識的對象 世界不是有兩面嗎 世界的本體叫做意志 世界的表象就是人所認識的世界 這是康德的啟發呀 我們所認識的世界 永遠是能夠被我們認識的世界 而未必是世界的本身 你永遠只能認識你所認識的世界 聽起來好像是廢話 其實是很有道理的事喔 我們有時候講人的時候 不是很清楚常常說嗎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什麼意思 知人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知面 我只知道你的長相 第二個是知心 但是一般人都是只知道你的表面 不知道你內心想什麼 這是常見的現象 你永遠只能看到別人的表面 你永遠看不到別人的內心 別人跟你說他內心的話說的再多 你照樣是可能誤解 這就是實際的情況 因為每一個人就自己的觀念的能力 去認識被認識的對象 我們在第一天上課的時候 已經提過了多瑪斯的觀念 能知者按照能知者的認識模式 去認識所知者 你怎麼可能跳開你自己 去認識一個對象呢 所以你所認識的對象 一定是就你自己所能認識的能力 跟結構去掌握那個對象 所以呢 好 不管怎麼樣 他提出來生存的意志 求生存的意志 到後面是尼采 尼采有個詞的翻譯啊 很不清楚 叫做權力意志 我現在問你們說 什麼叫尼采的權力意志 你以為他是搞政治鬥爭的 權力什麼的 不是的 權力意志 他是追求權力的意志 他認為權力跟生存啊 是不一樣的概念 有些生物啊 他為了擴張自己的權力 權力就是能力 勢力範圍 因為他不見得求生存 他甚至求死亡都可能 很多生物交配之後就立刻死了 他不在乎 他的基因保存下來 這當然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後面就到了威能詹姆斯 威能詹姆斯 是美國重要的心理學家 他講到求信仰的意志 the way to believe 這是他最主要在宗教哲學裡面的一個概念 什麼叫做求信仰的意志呢 因為當你的理性發現證據跟反面的證據 是差不多的時候 就是你活在世界上 實在是無法確定有沒有神的時候 你的意志呢 可以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因為反正我說有 說沒有 都一樣的沒把握嘛 那我又不願意做一個不可之論 因為做一個不可之論 等於是對於我生命裡面重大的問題 採取一種保持具體的態度 這是不負責的 人生的選擇有兩種 一種是輕微的 一種是重大的 譬如說我今天出門的時候呢 聽到氣象說今天會下雨 我就想要不要帶傘呢 這是小事情嘛 就算沒帶傘到外面去買一把也可以啊 是不是 這都是小事情 所以這個選擇不重要 你不用傷腦筋 但是你現在問 人死之後到底有沒有一個世界呢 這就不能開玩笑 這跟那個不帶傘出門不一樣的 人生大多數的抉擇 都是屬於要不要帶傘出門 這個例子 譬如你考大學的時候 你考什麼系 考電機系 考這個工程系 這個是說實在 對你來說很重要 但是你活到八九十歲 回頭一看 根本不重要 語念什麼系有什麼差別 不到一半的人啊 是所學跟他所用有關 一半以上的人所學非所用 你進入社會之後呢 到時候可怕自己創業 走到另外一行去了 我前幾天碰到一個老人家 九十五歲 身體很好啊 腦袋很清楚啊 那見了我就送一本 他寫的這個詩集吧 老人家寫古詩啊 他每年都印一本 這真是很有創意啊 那見了我他還記得 第一句話他就是說 以前在中央日報 看過那些很多文章 他比我大了整整三十一歲 代表什麼 我在寫文章的時候三四十歲 他已經六七十歲了 他都注意到 還記得很清楚 朋友介紹要跟我見面 帶一本書上面寫的名字送給我 所以像這就是說明什麼 說明我們講到什麼決定的時候 他以前做什麼事 根本沒有人管 因為你活到九十幾歲以後 大家看到你都向你 都對你表示尊敬 不管你以前做什麼 能活到九十幾歲 絕不是平凡的人 一定有某種特別的修養 至少是在養生方面 值得別人取乏 所以我在講的是 人生的決定 選擇本來就有重要的跟次要的 次要的是 一般來說 好 現在中午到了 你先開始考慮 中午要吃麵 還是要吃餛飩 還是要吃水餃 還是要吃飯 真傷腦筋啊 這有什麼好傷腦筋 吃飽就好了嘛 對不對 等你下午的時候 你會記得中午吃什麼嗎 到明天都到那個地方去了 你更不會記得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非常次要的東西 但是呢 你相信有一個神 或是有一個西方極樂世界嗎 這就是關係重大 因為他會決定你所有的行為 所有的言論 所以威倫傑米斯他認為 在這種時候 人有權利靠自己的意志去做選擇 這個說法是很值得我們肯定的 就好像我們第一天提到 什麼叫做我們在宗教裡面的自由選擇 就是你要相信你的經驗法則 什麼叫經驗法則 在沒有明顯的證據 證明我的經驗是錯的 我有權利相信我的經驗 譬如我有一天禱告的時候呢 像很多佛教徒有這種經驗 瞧著墨雲 念著阿彌陀佛 我忽然有十幾分鐘忘了我是誰 這叫做密系經驗 他不用跟別人解釋喔 他跟別人說 哎呀 我有一天在敲木魚的時候 念阿彌陀佛的時候 忽然之間忘了我是誰 這真是感覺到法喜充滿 這個好像那一剎那 我已經進入涅槃了 沒有任何煩惱痛苦 別人跟你說什麼 心理學家立刻出來 你是幻覺 幻聽 幻視 就是要吃藥吧 看到沒有 這是專家的說法 但是這種專家 其實是一種專家 你不能接受他的說法 為什麼 因為你真的有這種經驗 然後隔了幾個月之後呢 有一天你在禱告的時候 又有這種經驗出現了 我們將來會專門談這個密系主義 那請問你要相信誰 你相信心理學家的話 就覺得自己精神有問題了 是不是 那你要相信自己的經驗 除非你能證明說 我真的是在這個幻想 要不然的話 沒有任何證據 我為什麼要否定自己的經驗呢 就好像你跟一個人是朋友 別人說這個人不可靠啊 那我要聽你的話嗎 我自己跟他交往的經驗 非常放心 感覺到這個人是真正的朋友 別人說那個人不好不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 我的經驗認為很好 除非哪一天否認我的經驗 什麼意思 他真的騙我 他真的騙我之後 我才說 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他是一個騙 他騙了我 他如果也沒有騙過你 他到最後都沒有騙了你 那請問 你憑什麼聽別人的話 說他是一個騙子呢 一個人就算是騙子好了 他會騙自己的父母嗎 很少吧 對不對 他會騙他自己所關心所愛的人嗎 很少吧 是不是 所以像這個就是 那你正好是那個被他關心 被他所愛的人 你會跟別人一樣說他是騙子嗎 不會嘛 所以你有權利相信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們講這個話的用意是說 沒有一個人是完全完美的 你可以舉出一個人嗎 從來沒有受過任何批評呢 我剛剛前面提到莊子 這麼好的一個學者 老子 這麼偉大的思想家 在宋朝都被批評得體無完膚 你說你佛教這麼多偉大的思想 在宋朝的 明朝的學者的筆下 都被講成兩個字 叫做自私 就你們很自私 只為自己 我們儒家不一樣 要入世要做官了 要造福百姓了 說得真好聽 那做官之後 幾個人真的造福百姓 你只看到官場上惡鬥嘛 王安石出來新法 新政 後面一票都跟他唱反調的 從歐陽修這些 都是一路唱反調的 司馬光這些 新黨舊黨一分 都是念書人 所以呢他們對於王安石啊 都罵的話難聽到不行 又剛必自用 叫做狠必 兩個字 我們現在講一個人 剛必自用啊 講王安石怎麼說 狠必 又狠又剛必 那王安石好歹也是 唐宋八大家之一啊 文章啊 詩詞都有他一定的水平啊 對不對 這不是我們的評論啊 唐宋八大家也不是我們選啊 對不對 那你一起排在裡面的 你問蘇東坡贊不贊成王安石 當然不贊成啊 好 蘇東坡不贊成 那你有共同的敵人呢 叫王安石 那你別人陳昊 陳怡 這兩兄弟跟蘇東坡是好朋友嗎 啊 把蘇東坡也罵得一大糊塗 都只會寫一些文章 沒有懂得天理 沒有懂得我們這個儒家的這個正道 所以宋明理學這些人都是怎麼樣呢 都是認為自己就是對的 然後呢就四個字嘛 講完畢了 黨同發異啊 你只要是我這一派的 只要是我的學生統統搞定 尤其是這些人啊 特別的自我忠心 像這個皇帝請了陳怡 就是二臣的地理 二臣屬於地理這個 做地理的陳怡 請他教他 正好到了春天 皇帝很年輕啊 才十幾歲 看到花園開了很多花 就折一根樹枝 陳怡這個老師臉立刻擺下來 春天萬物正在發生成長 不要摧折花木 皇帝聽得嚇一跳 你幫幫忙嘛 皇帝願意請你上課已經是很給面子了 你就好好教 教要抓大的放小的 你抓住原則 照顧百姓 照顧百姓 你現在不是 什麼都要管 皇帝在像這個中學生一樣調皮 看到這個花很漂亮 摘一摘一摘 這有什麼好罵他呢 對不對 你這個都要說 現在正好春天喔 你不要摧折生命喔 如何如何 聽起來多可怕 皇帝臉色一變 對不對 因為你皇帝的教育裡面 他竟然是天子啊 後來皇帝會用你嗎 當然不用啊 誰願意找一個人 每天板著臉要教訓你的 你不願意嘛 那個人總認為自己都是對的 自己沒有錯的 那這個是沒有人吃得消耗的 代表什麼 代表這些儒家不管學問再好 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溝通 了解整個的情勢 這些方面都有他的限制 很可惜 要不然宋朝算是很難得的 帝王都跟你這些學者學習啊 甚至到後來講課的時候 還是老師坐著 這個皇帝站著聽課 到這個地步啊 你想想看 漢朝開始的時候 劉邦怎麼對付念書人呢 叫做守逆儒者之官 把你的儒生戴在帽子 拿來當小便筒 裝小便 所以有時候你說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你沒辦法分辨嘛 沒辦法分辨自己的分寸 別人尊重你 你就望著尊大了 其實人在這個學習的過程裡面 像我們今天講宗教的問題 宗教的問題 基本上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因為它會牽涉到什麼 死亡之後的世界 你如果現在說 人就是一個生活經驗所能看到的很簡單的嘛 死了就沒有了 地球上這麼多人活過 最後死了成歸成土歸土 哪裡有什麼鬼魂什麼靈魂這些呢 你要這樣想的話 是一種態度 沒錯 但是它是一種冒險 那萬一死了之後 不是這個情況怎麼辦呢 這沒有人可以冒這個險了 你不能說重來啊 不能說死了之後發現弄錯了是吧 那我再來一次 下一次我一定好好的 這個是敬奉神福這些 好 那麼最後我們看一下 宗教信仰作為整體的存在 今天發的講義裡面呢 只有一句話 我要念給各位同學聽 在講義的第七頁 一句黑格爾的話 他說 黑格爾曾以難得一見的書型筆法 描寫宗教人的統和心態 什麼叫統和心態 宗教人有一個原則 我既然信了宗教之後 是跟超越界界地的關係 所以我整個的生命 要以這個信仰作為核心 就是我的言行表現 這一生的發展 整個的規劃 都以宗教作為統和的力量 這是一個原則 但是問題在什麼地方 今天這個世代已經不一樣了 很少有人把宗教作為完全統和的力量 除非是出家修行人 一般人都是禮拜天變成宗教人 看到沒有 或是每個月初一初十五到廟裡的時候 變成宗教人 別的時候我過我的日子 就買我的LV看我的電影 然後過我平常的生活 跟別人嘻笑怒馬也好 互相批評也好 平常就這樣過 一到那個宗教的節日 每個月兩次 每月四次 然後我就忽然變成一個宗教人 代表宗教已經被慢慢成為生活的一個部分 而不是統和生活的力量了 你看黑格爾怎麼說 黑格爾年代還算比較早的 1770到1831 他這個年代 我們看一下他說的 他說人類的價值與尊嚴 幸福 榮耀與豪情 都會在宗教裡 一起在對上帝的思想 意識與感情中 尋得終極的核心 你前面的什麼 價值 尊嚴 幸福 榮耀跟豪情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所擁有的 也希望能夠有找到它的核心的 得到終結的核心 接著 上帝是萬物的起源 起始 與萬物的終結 萬物由此而生 亦回歸於此 你不要覺得這句話很抽象 這是老子說的 萬物就從道生出 萬物又回歸於道 一樣的思考的架構 再看 他說這個核心 富於萬物生命與活力 摧身並維持 各色各樣的存有形式 在宗教中 人與此一核心保持某種關係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宗教的核心是信仰 信仰是人與超越之間的關係 原因就在這裡 這個關係掌握住之後 以作為其他所有關係的福臭基點 換句話說 所有的關係 包括你的道德的審美的日常生活的 你跟別人的互動 在社會上所有的作為 都以這個核心的關係作為中心 然後 人登喜 就是往上升 到最高的意識層次 擺脫一切外在的拘千束縛 統合於絕對自足 無所自約 並以自身為對象與目的之某物 他講的後面就是神的意思 代表什麼 神是本身自足的 無所自約的 什麼叫無所自約 人活在世界上最大的特色就是這兩個字 叫做制約 英文叫做condition condition就是某種條件下 很多人常問我 哲學跟心理學有什麼差別 差別就在這個字 心理學一定在某種制約的情況下 去描寫某些人的狀態 因為呢 一個刺激就會有一個反射 在某種制約下就會有某種反應 這是心理學基本的原則 心理學絕不可能講沒有制約的情況 怎麼說 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說一句話 我說如果你要去美國 你就應該學英文 看到沒有 我要加一個如果 如果就是制約 你今天絕不能跟一個年輕人說 你應該學英文 這句話不能成立 年輕人說我為什麼要學英文 我生下來講中文講得很愉快 我這一輩子也沒碰到哪一個外國人 我為什麼要學英文 我出國有旅行團呢 導遊會講就好了 我只要有錢就好了 我只要有錢就好了 全世界哪裡去不得 那你為什麼說我應該學英文呢 看到沒有 所以你不能光跟一個人說 你應該學英文 你必須說如果你要去美國念書 你應該學英文 這個如果則叫做條件命題 也就是心理學的基本模式 你絕不可能講一句心理學的語言 而避開這個模式 各位知道 這是很清楚的論斷了 所有心理學的說法 都屬於條件語句 我現在說 如果你希望別人對你好 你就應該對別人好 換句話說 有一個人可以跟你說 我不在乎別人對我好不好 所以我就不需要對別人好 看到沒有 所以心理學的條件 永遠是相對的 沒有例外 那哲學跟心理學有什麼差別呢 哲學裡面固然也有相對的語句 那基本上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叫做直接的命令 這叫做定言決定的定 定言不是假言 假言就是假設的假 定言就是直接的定義 譬如我現在說 你應該孝順 我不用加前提 我不用說如果你是子女 你應該孝順 我不用加那個 我說每一個人都應該孝順 因為那來自於人性的看法 我對人性有個看法之後呢 我就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應該孝順 我不需要再加一個 假如你是兒子或女兒 有哪一個人不是兒子女兒 沒有一個人不是兒子或女兒嘛 那你是兒子或女兒 你就應該孝順 因為人性向善 所以你不孝順可以 你可以不孝順 但你心不安 所以儒家就講這個 所以為什麼儒家要講 性善還是性惡呢 是因為他是一個定言命題 他必須直接把話說出來 你要先了解人性 了解人性之後呢 你不能說假如你是人 你就應該孝順 你不能假如你不是人 因為你已經是人 所以假如你是人不需要說的 心理學就要說 假如你要做一個別人喜歡你的人 這是心理學上說的 哲學不能說你要不要別人喜歡 哲學上指說你既然是人嘛 你就應該孝順 你就應該有道德啊 對不對 我說你應該有道德 應該這兩個字 就代表你有可能不這麼做 所以才叫應該嘛 我現在說 你應該排隊上車 代表你有可能不排隊上車 所以這應該的意義在於什麼 它是一個選擇 你也可以不去做 但是你不做之後會有後果 我說你應該排隊上車 你不排隊上車就會被趕下來 看到沒有它有一個後果 但是我沒排隊上車也沒被趕下來 那車裡面的人就會瞪你 我說我很兇啊 別人不敢瞪我 那別人在心裡罵你 看到沒有 都會有後遺症啊 所以這邊講到這個應該這兩個字 都是什麼 都是因為你只要說 你是一個正常的狀況 它不能假設 假設你是正常的人 這不用再說了 心理學就要講 假設你如何如何 你就應該如何 哲學裡面先把人性研究透徹 然後直接告訴你說 你就應該怎麼做 這是儒家不就這樣說嗎 學生問孔子或是孟子 孔子孟子有沒有跟他們說過 假如你是好人 假如你怎麼樣呢 沒有 他說你做人就是要做君子 你不能考慮 說我可以選擇 就是君子還是小人 儒家從來沒有這種話 說各位同學 你們可以選擇做君子還是做小人 那不是儒家 那變成什麼家我也不知道了 你選擇做小人 這是一個選擇嗎 這不是一個選擇 這是背離的正道了 所以哲學裡面 就比較不容易說服別人 因為你跟別人說 應該行善 別人問你為什麼 通常你解釋的時候是說 行善對你有利 那又變成心理學式的思考 所以心理學為什麼很流行 因為大家都習慣心理學式的思考 叫做效益主義 你做任何事有什麼好的結果 從結果來看 然後就發現說 的確為了得到好的結果 所以我要做這個事 並不是我應該做什麼 我就做 哲學是一定要講 你對人性了解之後呢 就知道你不做心理不安嘛 所以儒家只能跟你說 心理安不安 心理忍不忍 那你問孟子的話 說話更直接了 你如果沒有側隱之心 非人也 你不是人 那直接否定你是一個人 你說我明明是人啊 我舉個例子 假設你坐在這個捷運車上 一個年輕人 坐在博外座 旁邊站了幾個老人家 你不讓座 我是一個老師啊 管多一點 上車之後就跟年輕人說 你簡直不是人 年輕人如果很生氣說 你怎麼罵人呢 我就跟他說恭喜你 你又變成人了 因為你還有羞恥心 他如果坐在那邊發呆 我跟他說你簡直不是人 他聽了沒感覺 他就真的不是人了 但是來自新興了 信仰不是知識 但是信仰裡面呢 有一種堅定的這個認知 信仰不等於知識 你不能把它普遍化 變成每一個人都了解 但是任何一個人有信仰的時候 他都是一種堅定的態度 相信自己所選擇的是正確的 同時信仰伴隨著什麼呢 有信仰之後就會伴隨著一種 叫做知性的滿足跟安詳的心 什麼叫知性的滿足 你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只取追求知識的態度 你永遠不會滿足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永遠有更多東西 讓你去追求 你永遠不會滿足的 但是呢 有信仰的人 對很多根本的問題 他有知性的滿足 他認為說 我已經相信這個宗教了 這個宗教裡面所說的已經夠了 人生所有的奧秘 他都可以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同時呢 有一種安詳之感 他就不會覺得焦躁不安 如果一個人沒有信仰的話 他再有學問了 他始終會有一種警惕的心 因為他不知道誰 什麼時候超越了他 他就是最好的科學家 他也每天注意到各種研究 看看有誰研究的比他更進一步了 他沒有安全感 所以如何信 要比信什麼更重要 這句話也是 我的老師Dupré教授他強調的 如何信 比信什麼更重要 信什麼 恐怕是一個因緣 恐怕是一個選擇 如何信 就代表你的信仰 跟行為有直接的關聯 就是說 我一種真誠的心 真誠的態度去信 就算我信的宗教 不是完全這麼理想的宗教 但因為我的態度是全盤的投入 所以我生命的轉變很明顯 另外一個人呢 他可能信的是真正的宗教 假設有的話 他信的真的教 真的神 真的佛 但是他信了之後 並沒有那麼虔誠 信的也是沒什麼用 所以重要的是 這個信仰有沒有改變你的生命 所以最後一句話 真正知道神 並不是知道真正的神 而是達成一種與神的真正關係 真正關係 所以信仰並非相信神與人之間的關係 對信徒而言 信仰就是關係本身 像這種都是哲學語言 要花點時間去思考 信仰並非相信你跟神有關係 而是信仰本身就是這個關係 它不是只是一個信仰 它必須有這個關係 關係一定帶來改變 所以將來談到宗教的這個效應 怎麼去檢證的時候 一定會提到宗教有沒有製造差別 就是一個人信仰之前 跟信仰之後 如果完全沒有差別的話 他信仰等於是 你今天吃的是麥當勞 還是這個什麼混沌 沒什麼差別 所以宗教後面的效應 是我們繼續要探討的問題 謝謝大家 好一點 謝謝大家